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刘女士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孩子是六天前 也就是2016年10月5号 10月5号那天早上他爸爸就叫我复印那个出生证跟我的身份证复印件 他说拿回家里搞他的出生证晚一点 他奶奶跟他舅妈抱回乡下养 孩子的父亲说把孩子送回乡下让奶奶帮忙带 所以刘女士当时并没有多想 他就叫我捡我宝宝的衣服啊奶粉啊 然后到下午六点了就看见他舅妈在楼下站着 他奶奶我也没看见我 就只有他舅妈在那里 然后我就给我宝宝给他舅妈抱 当天下午六点多 孩子父亲的舅妈在刘女士家楼下抱走了孩子 第二天晚上 刘女士碰到了孩子父亲的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和孩子奶奶是同一个村的 我就问他爸爸的朋友 我说你有没有看见我女儿 他说没有哦 孩子的父亲明明告诉刘女士 是将孩子送到奶奶家了 但为何同村的人却说没有见过孩子 这让刘女士感到很奇怪 他立刻给孩子父亲打了电话 我打电话给他爸爸 他爸爸不接 然后到七号晚上 他爸爸打电话给我 我就跟他爸爸说我女儿哭不哭 他爸爸就把我电话挂了 不理我了 孩子父亲反常的举动 让刘女士有点慌了身 他赶紧坐车去了孩子的奶奶家 就问他奶奶 哎呀我女儿了 他奶奶就说 我什么时候见你女儿了 我都没见到你女儿怎么样 后来小孩子的爸爸老婆就说我 你是不是外面生到小孩子那个女儿 我说是啊 他老婆就想跟我吵架 我说我今天来我不是跟你吵架的 我说我是找我女儿的 原来孩子的父亲并不是刘女士的丈夫 但是对于刘女士来说 当务之机不是解决成年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而是要确定自己孩子在哪里 他老婆就打电话给他爸爸 他爸爸就说在舅舅那里 我听到了 他就说舅妈带去探亲 他说带去探亲了 过两天才回来 孩子的父亲说 孩子被送到亲戚家 让刘女士在家等两天 就把孩子送回来 两天过去了 到了2016年10月10号 已经五天没见到孩子的刘女士 再一次给孩子父亲打了电话 他孩子说 在舅妈那里养着啊 舅妈的妈妈 帮我们看两天孩子这样子说 我就说他 你把我女儿抱回来 他又不说 后来我们又吵了一段时间 之后刘女士拨打孩子父亲的电话 已经是关机状态 这才发生了开头报警的一幕 按照他当时说的 因为他打电话打不通了 打不通 想了解这个女孩子的情况 他就担心 他对自己一个人去到那里 但是找不到 找不到 然后他就像当地派的所 那里捡报了一个案 民警在询问中了解到 孩子的父亲名叫王某厅 今年28岁 应得本地人 没有稳定工作 王某厅是个有家事的男人 却又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生了孩子 起初民警觉得这可能是一起感情纠纷 当时一直我们都是认为 可能是他想两口 那么短 带回老家去躲起来之类的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眼下找到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民警第一时间赶到了 王某厅的老家了解情况 10月5号 从那个刘女士手里抱走小孩之后 那个王某都一直没有回到家里的 他家里人就告诉我们这个情况 那么孩子会不会直接被送到了 王某厅舅舅家呢 王某厅的舅舅家就在隔壁的村庄 但是孩子并没有被送到那里 而且从刘女士手里抱走孩子的 王某厅舅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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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刘女士都一无所知 两个最后接触过孩子的人 都莫名其妙地 在这个时候同时消失了 这让民警们觉得 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当时我们肯定会 想尽办法去了解这个黄某 躲在哪里 他平时都去哪里 但是我们知道的情况 就是当时他们的 一个电 联系电话吧 案发之后 他的电话所有通信都关了 他那个黄某的关系人 我们都去找了 但是没有人知道 他这个黄某去了哪里 就很像人间蒸发一样 一时间我们也 确定不了他最终的行踪 最终在哪里 这时候刘女士 也向民警反映了一个情况 刘女士和我们反映的 他是没有什么固定的事业 就是 有时比是好赌 所以 他是因为经济上出现的那些问题 他才想通过这个方法 卖掉了一个亲生女儿 来还债 有这样的想法 牛女士的一番话 让民警们大吃一惊 难道亲生父亲真的会将女儿卖掉 如果这不是王某听的一番玩笑话 那么孩子现在会在哪里呢 通过我们这边的监控视频啊 然后火车站啊 气质站啊 还有他这些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啊 就走访这些看来有没有知情人 但是大量的调查都没有说发现有可疑的这些情况 在不断查找监控寻找线索的同时 民警们也在不断地给王某听的家人做工作 希望事情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 我们也动员过王某的家属 让他看看想想办法 就联系上那个王某 让他主动来公安机关 把这个事情和我们讲清楚 十多天啊 效果还是大不大 就是王某还是和他家里人一点联系都没有 十几天过去了 孩子依然没有任何阴心 民警们的心里也有了担心 拐卖妇女儿童这个案件啊 如果时间拖得越长 对于我们侦破这个案件的难度就越大 被拐卖的妇女或者儿童 他们的生命安全啊 或者是健康啊 那些之类 也是我们所担心的一个 时间越长那就越麻烦 而此时孩子亲生母亲刘女士 更是焦急万分 那个心情真的很伤心很伤心 头脑也一片空白 有时候又很乱 哭就经常哭 反正吃又吃不好 睡又睡不好 见到人一说话就哭 一说话就掉眼泪 最后接触孩子的除了王某厅 还有王某厅的舅妈 找到这个所谓的舅妈朱某 也成了找到孩子的一线希望 王某的舅舅啊 他就早年离婚了 王某的妈妈 就想帮他弟弟吧 介绍一个嘛 通过人家别人的介绍 认识了这个朱某 然后这个朱某就和这个 王某的舅舅 就这样大家 谈恋爱吧 谈恋爱就相处了一年多了 也同居了一年多了 对于朱某 其实王家人并没有太多了解 甚至连朱某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只知道他叫阿凤 是广东省佛岗县人 这个朱某 她就是一个中年妇女 四十多岁 但是具体叫什么名字 具体是佛岗哪个地方的 我们一无所思 让我们佛岗那些 我们的同行吧 就配合 查找这个朱某的下落 想弄清楚他 真实纷纷 但是效果都 都是不大 茫茫人海中 该从何下手找到朱某呢 经过研判之后 我们中央拍查的 主要是有两个男的 一个就是佛岗的 佛岗的这个男的 姓蓝 蓝天的蓝 就和这个 那个所谓的朱某 联系比较密切 另外一个是韶官的 姓郭 这个电话 也是和这个朱某的电话 来往比较密切的 但是我们按照查找他的 他的身份 我们找到这个蓝某 找到那个郭某 郭某 了解这个朱某的情况 民警第一时间 赶到韶官找到了其中一名 和朱某有过密切联系的郭某 但是郭某说起他和朱某的关系 却让民警们大吃一惊 按照他这个 那个 韶官那个男的说的 在一起有七八年时间了 七八年了 什么概念 后面我们找到他了解的话 他是和这个朱某 这个朱某 拿了结婚证的 那个拿结婚证是什么情况呢 这是那个朱某 骗那个 那个韶官这个男的 他说你把你的身份证 户口本给我 我去和你办结婚证 那个男的 真的刚才说的 没什么文化 就把这只户口本 身份证交给他 交给他 然后一下子 三两个小时 就把那个结婚证拿回来了 他就认为 就这样就以为 就是结了婚了 而更重要的是 据郭某的女儿女婿说 他们也有很长时间 没有见到朱某了 以打工为由 反正三几个月 回来三两天 然后一跑又大半年 一跑又回来几天 然后又跑 就这样过 所以男的也没发现 我们找到男的 和他说清楚 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男的 他还是因为 他这个老婆叫朱清风 虽然没有找到朱某 但民警在一张假结婚证上 看到了朱清风这个名字 这会是朱某的真实姓名吗 我们调查了一下 发现这个女的 这个身份是假的 但是我们通过这些人口信息查 没有说叫朱某凤这样的 符合他特征的这个女的 就根本没有说这个人 但是这个人又确实存在 只是可能他用了假名 经过调查 民警最终确定 朱清风这个名字 并不是朱某的真实姓名 而且除了王某厅的舅舅 朱某还和另外两名男子 保持了男女关系 我们通过这两个男的 最终的目的 就是想确认 这个朱某的真实身份 那第二个呢 也为了通过这两个男的 了解一下朱某 会不会和这两个男的 案件上有某种联系 但是到后期我们找到这两个男的 一了解情况之下 这两个男的和这个案件 就没有参与的 也就是说和这个案件 没有什么厉害关系的 最终我们是把这两个男的 都排除掉了 朱某神秘的身份 也给案件蒙上了一层阴影 如果不能尽快确定 朱某的身份 找到孩子就更加困难了 我们在通过调查他的朋友和公友 很多人当时他的朋友都说 没错就是叫阿凤啊 但是他具体姓什么 在哪里是哪里人都没有人知道 只是结果在他一个公友反映 他说曾经在福岗一户人家里 打过工 做过家政 然后我们去到他这个户人家里 他说是去年五六月份的时候 曾经在这边做过一两个月 当时通过他 就是当时的时候 就是他出示了一下身份证 印象中知道他是福岗人 姓廖 但是其他更具体的都不记得了 案件似乎出现了一丝曙光 如果这个信息属实 那么哪一个廖某 才是警方要找的人呢 我们在掌握了这一点信息之后 我们侦察员就通过 我们公安内部的这些系统 慢慢地足够来查到福岗的 就大胆肯定他这个人是姓廖的 虽然说没有更加具体的 我们通过这些 发现了就佛感 有两百多个这些姓廖 叫廖某凤的人 我们逐一逐一地 通过这些排查 然后打出这些照片 给这小女孩的母亲辨认 还有他那些其他的朋友辨认 终于就发现了这个廖某凤的真实身份 原来化名朱青凤的这名女子的真实姓名叫廖某凤 广东省佛岗县人 今年48岁 有过犯罪前科 以谈婚 谈恋爱为由 实施这个诈骗 诈骗那些男性的财 钱财 曾经在按照我们掌握的调查的情况 他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后 他在花都 从警方掌握的情况和刘女士的描述 王某厅和廖某凤具有重大嫌疑 一个是欠了赌债的父亲 一个是有犯罪前科的女人 孩子和他们在一起处境十分危险 朱某活动比较漂浮一点 心中不定 那肯定对我们的案件带来难度 那第二个 我们不把他及时抓获 那对这个旅营 被这个贩卖这个旅营 对于我们解救这个旅营 肯定会带来麻烦 时间越长 如果经过棘手的话 那这个旅营被我们解救的机会 那就越来越小 随后 英德警方接到线报 在韶关佛冈等地 发现了廖某凤的活动轨迹 经过研判分析 民警最终确定了廖某凤的落脚点 我们在小关发现了这个女的 她的踪迹 通过调查之后摸清了她的落脚点 但是观察了两三天都发觉 只有这个女的一个人在那生活 也没有小孩的那些衣服 生活用品 在那两台里面都没有见到这些 为了不打扫惊蛇 民警对廖某凤的赞助地 展开了24小时蹲守 连续蹲了两天都没发现之后 我们又再倒回头来查这个女的 这个就所谓的朱某凤的活动轨迹 就发现她曾经在佛港高港的一个农村 就在那里活动了几天时间 就先派出侦察员在佛港高港 仔细的慢慢的去了解 结果就在高港的一个农村里面 就发现有一家人 我们的仔细的分析和调查 发现她这家人跟这个朱某凤呢 是很密切的联系 而且这个女的也曾经在这个这边活动出现过 我们就知道这个小女孩可能就在这一带 所以我们当时受网是三个地方同时 就扫官 英德 还有高港 就同时抓人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来这边解救了这个小女孩 反正我非常非常感谢警察叔叔帮我找回我女儿来 也谢谢那些关心我的人 爱护我的人 2016年10月27日上午 警方在佛港县高港镇的一户人家 成功解救出被拐卖的女婴 并将犯罪嫌疑人廖某凤王某厅抓获 收买这个小孩小女孩的家里人 其实佛港县高港镇的一个姓蓝的村民 他这个姓蓝的村民和这个廖某 曾经也是大家都是佛港的老乡 那么在案发前一是偶然的机会 他说他的小孩结婚好几年了都没有生育 就问这个廖某看看有没有这么合适的 有那些人不要小孩的可以包养一个小孩这样 以走然的机会廖某凤得知王某厅想要卖掉女儿的消息 就主动充当了中介 廖某就对这个皇某说 你家那个买小孩收养这一方小孩这一方 只愿意出一万二 那个廖某又和人家买方那里说 王某要一万五 那买方答应了给一万五 然后这个廖某从中自己就要了三千 就把当另外的一万二给了那个王某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厅和廖某凤 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英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两名嫌疑人也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观众朋友正在播出夜线到场嘉宾张志伟 律师情感专家张晓彤女士 欢迎两位 先问问张律师 像他们这种买卖孩子的 就是这个男人卖的是自己的女儿 然后他勾搭了一个所谓的旧妈 做中间人把自己的女儿给卖了 这个卖家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这个案件当中就特殊一点的 就是他是父亲自己把自己的孩子卖了 那么这种情况的过去呢 我们也曾经处罚比较轻 一度按照遗弃罪处罚甚至不处罚 那么现在呢为了加大这个打击力度呢 这个司法解释也做了明确的确定 像这种自己生的孩子 那么表面上是民间送养 其实要收取一定的所谓的营养费 感谢费之类的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买卖 买卖人口 那么所以也是要比照这个 按照这个拐卖儿童罪进行定罪处罚的 那那个买家呢 买家会怎样 买家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过去对买家呢 处罚比较轻 甚至是不处罚 那么这个刑法修正案9 出台之后呢 就明确的做了界定 对这个收买被拐卖 妇女儿童的呢 吃了进去三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这种情况我们说 为什么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过去老百姓 可能基于各种想法 自己没儿子 买个儿子之类的 然后案件侦破之后呢 公安部门把这些被害人救走之后呢 所谓的收买一方呢 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 那么大家就会觉得 你看这个事是不处罚的 这个就很糟糕 就是引起了这种效仿的效应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处罚之后呢 我想只要以后公安机关 在这个打拐解救的同时呢 就会把主要的这个买方的责任 也会带走 说白了他们也得坐牢 这样的话就会起到 一定的震慑作用 对还是这件事情啊 我们再说一遍 很多人都说 我没偷别人家孩子卖 我卖的是我自个儿家孩子 所以没事 不对 卖自己家孩子 跟卖别人家孩子 一样都叫拐卖儿童 都是五年以上 第二 从现在买孩子都要坐牢 这就是我们要反复强调的两件事 好 接着往下看 2015年 刘女士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王宝亭 那时候我在我一个朋友家住 在我朋友那里玩 刚刚好 刚刚好 是12月 24号是平安夜 这个我就是最记得最清楚的 那一刻和王宝亭相识的夜晚 刘女士还记忆犹新 那时候 王宝亭给刘女士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他爸就说 他搞那个矿山 后来又说搞那个沙的 就盖房子那个沙 就想到他做生意的 也挺不错的 又这么年轻没结婚 我也找个也算是不错的老公了 男朋友了 那一年 刘女士27岁 之前虽然也谈过恋爱 但到了谈婚乱嫁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件事 之前那个男朋友的家里人 对我也不错的 就是后来就是 因为公外孕 他家里人就 怕我回报 人家说的一句话 他家里人也是当我是 生孩子的工具 因为公外孕 孩子没能保住 一场恋爱也戛然而止 前男友和其家人 对刘女士的态度 也让他一度对爱情心灰意冷 反正就是伤心 结果后来就不拍 不拍拖了 反正工作就工作 休息就休息 二十五六岁的 村里那些唐妹啊 唐姐啊 跟我们差不多都嫁完了 那些唐叔啊 婶婶啊 他们就替我着急 直到遇到王毛厅 再次点燃了 刘女士内心的爱情火苗 有一次是印象最深的 那时候因为我手痛 上不了班 反正自己一个人 在宿室又无聊 我就跟那些朋友去 经常去那些KTV 那里唱歌啊 喝酒啊 他爸爸知道了 就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别去那些地方 反正就挺关心我的 在刘女士眼里 王某厅是个会心疼人 又靠得住的男人 两个人很快就在一起同居了 更让刘女士欣喜的是 没过多久 她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 我说我怀孕了 她说怀孕就怀孕了 有了就有了 本以为王某厅 也会像自己一样欣喜 却发现男友的态度有些冷淡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更是让刘女士始料未及 过完年二月底三月初嘛 就叫她拿身份证啊 去登记 那时候就 就知道她 第一次她不说 第二次不说 没可能 我再问下去 没可能她不说了嘛 后来她自己承认了 她说她家里有三个孩子 她又有老婆的 自己想要托付终生的男人 居然是一个有家事的男人 并且有三个孩子 这个消息 对于刘女士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噩耗 而此时的刘女士已经怀孕 要不要这个孩子 成了刘女士最纠结的事情 直到她有老婆小孩子 又没有离婚 又登不到记 我怎么办呢 那时候 反正也自己这样想过 我说 好不容易怀到了 没可能又把她打掉 如果打掉了 因为那时候做了手术 那些医生就跟我说 他说你有了最好就生 不要打掉 打掉就怕以后没得生 更让刘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王某厅居然和她提出 把孩子送人的想法 四个月叫我去照比撒照的 是女儿 就开始帮我做这个工作 说送人 我一直都不同意 我说不希望她走我这条路 再给再富有的家庭 也好 都毕竟不是人家称亲生的 因为家里已经有四个女孩了 作为第五个女孩的刘女士 刚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送了人 因为我是养女 就是这一点点 人家说出去 我听到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 从小到大 养父母一家人对刘女士很好 但是在刘女士的心里 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外人 成年后 虽然和亲生父母也有来往 但是生疏的感觉 让彼此的关系一直有隔阂 每次我去看她 她就骂我 说我 说我不听话呀 对我奶奶不好啊 反正就是这样子 我就开始厌倦她 反正就是说 我生母骂我就不行 我的心态就是 凭什么你骂我 我又不是你养大的 我跟你又不是一家 没有权利为自己 重新选择人生的刘女士 不希望女儿 也和自己有着同样的经历 我自己这样子过来的 要不然就你自己走了 我自己把她养大带大 刘女士想要生下孩子自己抚养 也做出了和王茂亭分手的决定 事情似乎有了一个了断 2016年8月 女儿出生了 没过多久 王茂亭又找到了刘女士 并告诉她 自己准备和妻子已婚了 就是想着 看在孩子的份上 到时候 她自己也说过 她会离婚的 给孩子一个父亲 此时的刘女士 完全没有想到 王茂亭因为欠了一身赌债 开始打起了自己亲生女儿的主意 她卖孩子是因为她经济上出现了问题 在外面 要欠下人家一些赌债 一些高利贷 欠下人家高利贷 没办法 还不起 但是人家追她要钱 所以她就想通过 卖掉这个女儿 来解决她经济上的一些困境 按照我们 调查了后期破案之后 侦查情况 她这个 给那个 那个廖某抱走小女孩之前 她还另外和其他人商量过 把这个小女孩卖走的事情 但是因为药价太高 人家对方不答应 不答应之后 她才这个廖某 找到这个王某 她才把这个女孩 通过这个廖某卖走 这种方法 但是自己一下子 人家很难 自己养护出这么多 没办法了 王某听卖掉女儿的事情 发生之后 刘女士这次 才真正的对王某听死了心 也有人问我 她说 你有没有去见了 我说我见她干嘛 她都把我女儿卖掉 她都伤我这么深 我见她干嘛了 如今 王某听已身在高墙 当我们来到 王某听的家里拍摄时 我们得知 王某听的妻子 已经有了离婚的想法 或许是因为丈夫 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还生了孩子 或许是因为野后的生活重担 使她无法附和的 总之 留下的将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家 两个年迈的老人 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观众朋友继续播出夜线 会让人觉得这个女主角 真的是够倒霉的 就是谈恋爱 碰上一个男人 以为人家对自己好 结果都有了孩子了 才知道对方不仅有老婆 而且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 所以你们其实永远都不可能 在一起生活 有一天 这男的又跑来了 表现出一副浪子回头的样子 就是我要跟我老婆离婚 我一定要给你一个家 我要跟你生活在一起 其实是因为欠了赌债 然后骗你 接近你 好把你们的孩子骗走 哪走卖掉 这真的是碰上极品渣男了 对 其实这个呢 我们大家可能觉得 这个女孩挺倒霉的 但是这个中呢 又有其心理的原因 首先 她是一个领养家庭长大的 而且她非常清楚 她的父母为什么不要她 这就是关键点 就是我们家生了五个女儿了 所以你这第五个就不要了 那首先就有一个 对女儿厌烦的这么一种感觉 而从小托付给别人 虽然这个领养家庭 对她还是不错的 因为她深知 她被领养的这个背景 所以她对自己 有个强烈的不安全感 这时候领养家庭 虽然对她不错 但是她对自己很嫌弃 而且她对自己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是一种绑定 就是我有一个男人 我这一辈子才能靠谱 不然的话就不靠谱 那好 第一次不靠谱了 是不是第二次得靠谱了 她又绑到一个 更不靠谱的人身上 我们看她第二次选择 这个男的 虽然又做生意 又犯杀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 她是个赌徒 我们都知道 一个是赌 一个是赌 沾上了以后 不要聊人性 人性都泥灭了 所以这块我就想 跟大家讲一下 作为女孩子来说 首先你得一个独立的人 我是一个人 你要尊重我 同时我对别人的好与坏 不能是推定和假设 而是又确知她的情况 人家家住哪儿 结没结婚 所有人你都不去了解 就和她在一起 怀孕要生孩子 这是多么不靠谱的人生了 那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说 就是那个叫朱某凤 又叫廖某凤的 那个女人贩子 她跟过好多男人 也不是因为跟那些男人有感情 是跟谁省事 能从谁手里弄到好处 弄到钱 她就先跟谁 然后明儿那边有好处 再去跟那个男人混 她在自我贩卖的同时 她也随便贩卖别人家人 贩卖别人家孩子 因为张律师接触的这种 拐卖人口的案件比较多 拐卖人口的人贩子里面 有不少这一类的中年妇女是吗 对 她们我想可能就是 处于这么一种 一个呢 可能文化水平比较低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遗迹之长 然后在这个老 这个比较落后 或者传统一些地区呢 大家还有一些 特别根深蒂固的思想 就说觉得呢 谁家要没个孩子了 这就无后 然后呢 好心着帮他介绍一个儿子 这就是做好事 人贩子就变成好心人了 对好心人 他们在很热心的 在促成这种所谓的好事 但是实际上呢 他们很深入 已经参与到了 拐卖犯罪当中去 那么像这个 我们说这个舅妈 肯定是按照 这拐卖妇女儿童罪 要进行处罚的 其实最后还要说的是 这个女人贩子 跟被害的这个女子 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 就是因某种原因 没有得到应有的 对一个女孩的尊重 比如有的 因为是女孩被抛弃了 有的因为是女孩 而没有受到爱护 没有受到良好教育 她们都是因为是女人 没有受到尊重 而成为了一个 不懂尊重自己的女人 导致后来她命运的 一系列悲剧 而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 她的那个女儿 这个女孩的父亲 是个在坐牢的赌徒 而她的母亲是一个 没有能力处理 亲密关系的母亲 那么在这样的命运中 这个女孩会长成什么样 谁又能帮助她 给她一个健康的心理呢 女孩的父亲